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 我是特地跑到Costone出外景的小梅 為了這個短短幾秒鐘的畫面 我還跑了第二個點才找到門市 因為前一個門市 它竟然給我無預警的收掉了 可是我就是非要Costone不可啊 倒不是因為它有多好吃 而是因為我這次的主題是天然石梅甲 天然石美甲當然要配上Costone才合理啊 如果對天然石或大力石風格的指甲有興趣的話 那就請把影片繼續看下去囉 天然石的重點在於帶有透明感的層次 我個人偏好準備深色的純色膠去混透明凝膠 大概抓1比1的比例就可以了 另外我還會再準備黑色和白色 讓整體的層次感更明顯一點 將調好的色膠刷到假面上去的時候 記得輕輕薄薄的拍就可以了 因為這只是第一層而已 顏色不用上的太重 附帶一提 如果你要畫的天然石跟我一樣用到兩個顏色去暈染的話 那麼請記得一個1 4分之1原則 所謂1 4分之1的原則呢 就是你在內心要幻想的你的假面已經分成了4個區塊去上色 兩個顏色剛好都是上在對角線的位置 而這個1 4分之1區塊呢 切記千萬不要太整齊 最好歪歪斜斜 有大有小 這樣我們最後上完色的效果才會比較自然 如果你覺得兩個顏色之間色塊感很重 不好暈染的話 那有可能是因為你調的不夠透明 在你的色膠裡面再多加一些透明凝膠調蛋就好了 第一層顏色照光固定之後 接下來我們來加一些白色的紋路 畫這種紋路的時候我有一個訣竅 就是我會一直催眠自己 我在畫神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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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畫出來的紋路就會比較有轉折感 然後也會有粗有細 看起來比較自然一點 紋路千萬不要從同一個方向拉喔 記得要有一些分岔 某些部分的紋路讓它保持人本銳利的樣子 某些部分可以用筆稍微把它暈開一些 這層畫完一樣也是照光固定 接下來我們照著上一層底色 再疊第二層底色上去 但是可以不用藍色對藍色 綠色對綠色那麼精準 可以稍微把顏色錯開一些 這樣反而看起來不會那麼死板 這層上完之後 先不要照光喔 因為我們還要加一點點黑色在局部 讓它看起來有一點陰影的感覺 黑色也是撲撲拍就好了 所以我會建議你用假油膠 這樣顏色才不會太重 黑色陰影上完之後也是一樣照光固定 接下來我們要上黑色的線條了 跟剛剛的原則都一樣 也是閃電畫法 我黑色紋路的起底位置 其實就是剛剛我用黑色拍陰影的地方 你不用太在意底下白色紋路的位置 基本上你黑色的線條就是隨性就好 有的地方跟白色重疊 有的地方不重疊都沒關係 因為天然的紋路就是這樣子 它不見得一定會好好的對在一起 最後為了讓我的石頭有點奢華感 所以我在黑色線條的局部 還加上一些細細的金色亮片 上完亮粉之後還是可以再檢查一下 有哪些地方需要加強 如果都沒有的話 就可以把剩下幾隻紙頭 也加上適合天然石的造型 這樣我們就完成囉 雖然大家都知道我很常自賣自誇 但是老王我真的很滿意這次的造型耶 因為老實跟大家說吧 雖然畫過很多次天然石跟大理石人眉甲 可是這種風格還是第一次出現在我自己的指甲上面耶 意外的還蠻顯瘦的 括號顯指甲瘦 呵呵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